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看法蘭克對上印度斯坦的一個天梯比賽 那番數也是蠻高的 是2000多分左右的一個區段的比賽 這邊出現了很小失誤 這個印度斯坦房子沒有蓋好 就想要去吃癢了 有點卡春了一下 這場比賽我覺得法蘭克 算是遇到天敵 跟印度斯坦的駱駝非常強 然後高雲法蘭克就是騎兵國家 同時法蘭克應該也算是現在世界帝國最夯的文明之一 就是大眾所愛的一個文明 主要他會讓大家很喜歡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城堡很便宜 再來就是騎兵的血量自動加20% 模仿科技還免費 直接送你讓你的肉變得採得更快 他代表是採果薑的話 還會提升15%的採集速度 覺得相當不錯 因為你在前期採果子的話 你速度比變得快 那就代表說你的肉 在前期可以出得更多 前期的地圖壓制 你可能就會比對方好一點 好那我們加速一下 那還有指輔兵的部分也是不錯的 可以用來打一些長槍兵啊 或是一些步兵之類的單位 還蠻不錯的 所以法蘭克一直算是前幾名的文明 應該還算是T1吧 應該從來沒有降過T2過的感覺 算是一直都是很強的一個文明 那後期的話 法蘭克還可以轉火槍兵 所以遠程的話還可以用 直輔手或火槍兵去cover 他一個遠程傷害 而且還有火炮 基本上科技練不會太慘 好那看一下兩邊的一個位置 好兩邊的位置 金的話法蘭克金在下面 有點小小危險但還行 那圍的方面的話 法蘭克的地圖還算不錯 只是這果樹太前面了 很可能被一個前期騷擾不太好熟 但是這邊是選一個 偶多蛙木的開局 喔這邊點封建了 那沒事 那它這個開局是正常的 好那這邊一樣都是 大約10木左右 正常上封建就是要10木 這樣才可以應付 上封建史丹德撒田的一個時機點 好看一下印度斯坦 欸這邊法蘭克居然送掉了 肉馬 好稍微看一下 喔這邊法蘭克按下來馬就 打一個20匹肉馬 然後按三隻長槍兵 我們再來防守這個 果樹蟲 因為這個太前面了實在是很危險 好再守一下這邊 因為兩邊都是馬國的關係 而且印度斯坦 馬也算是不錯強的 那法蘭克應該也是有 獨到對手的心態 應該就是 因為上封建的時機 跟他差不多 都是斯坦洛馬的時間上封建時代的 所以他已經預測好了 對手什麼時候上時代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的一個時機 躺在兩邊好像都佔不到什麼便宜喔 家裡都有長槍兵在防守 這邊一個夾殺夾不到 哇 這邊稍微有點 小虧 村民都殘血了 這邊戳戳過來能戳到一下嗎 唉唷這個回頭不錯 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肉馬應該都是 想要打小鬥 然後戳戳戳戳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不太會有什麼 太大的 唉唷這個 是不是有點失誤 這個 這個肉馬居然送到只剩下一隻啦 我覺得這個才能戳到 雖然是戳下去的話又要損失一隻馬 OK 兩邊拿了很多的戳戳來防守 這邊 法蘭克又拉了第三隻戳戳來 唉唷這個肉馬想要去賭一下這個戳戳的傷害 但沒有吸引到 兩隻戳戳還在互相交換 那是來第三隻戳戳的 應該是會打贏 但是這個肉馬過來好危險 哇兩邊其實都有在空地喔 那法蘭克已經把家裡圍起來了 好圍得死死的 然後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唉唷這個上城堡時間非常快 唉唷這個對面的印度斯坦也是 過防多浪 居然升級時間跟法蘭克只差了3%的時間而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法蘭克到底要怎麼逆天打這個印度斯坦吧 平常法蘭克是被印度斯坦夾子打的 來看一下這個法蘭克有什麼想法呢 對上天敵的話怎麼打比較好 好來看一下前面前置一個BK 這邊洛駝過來想要去解嗎 唉唷這個回頭就會砍死三隻肉馬 居然沒回頭 放在印度斯坦這邊有點小小的看到了BK 趕快再放下BK來做個對應 那這邊法蘭克又按下修道院 那修道院可以招洛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這邊法蘭克轉出了長槍兵 這是一個完全針對 印度的一個打法 這邊相當多的戳戳來了 頭死車一砸 哎呀沒砸到 但是後面有弩炮在對這個長槍兵做輸出 唉唷這個 頭死車交換有點快 兩個空在一起很容易就爆了 完了這邊沒有換到 頭死車居然被他修了回來 然後戳戳這邊印上的關係 算戳掉了很多駱駝 嗚這個一砸三台都不見 還好這邊只砸掉了一台 然後這邊老頭來招翔 把兩個駱駝給招走了 然後駱駝去拆這個 頭死車 但好像沒拆到 被修了回來 這個駱駝來拆這個 再來招一下 唉唷這個取消掉了 可能也招不到 但我覺得好像可以 因為那個射程是有九的 好那兩邊 開始要變成一個頭死大戰了 叫法蘭克 軍營是蓋 目前是只有一個 就是單兵營 然後現在變成雙兵營 再產這個長槍兵 看一下 喔這個頭死 直接換掉了一台法蘭克的頭死車 這個印度斯坦德一個操作也是相當的細緻 看一下這個頭死 差點直接擊中這些長槍兵 但這個奴炮給的效果也是蠻好的 這裡大部分的重裝長槍兵都已經殘血了 駱駝再上來可能幾刀可能就輕鬆解光了 但是駱駝被戳一下也是很痛 但是奴炮的效果還是確實不錯的 打這個長槍兵的話還是綽綽有餘的 好來看一下法蘭克家裡的目前狀況 現在是單TC暴兵了 沒有要開TC農的意思 就是打一個正面 不跟你農 但是印度斯坦這邊是雙TC 目前印度斯坦的經濟是稍稍領先的 而且這邊三TC都開下來了 但是法蘭克還是單TC 這個法蘭克這個賭注會有點大 唉唷這個頭死居然空空丟了 唉唷這個預判 預判錯了 然後又不能換掉了嗎 喔沒有還有一滴血 硬換 唉唷換得不錯啊 裡面的長槍兵也差一條奴炮 但只有換個奴炮而已喔 好但是這邊好像 長槍兵的數量一直續不起來 因為 只有兩個軍人在產 然後家裡又在產村民 反而是黃金的量有點太多了 這邊修到院好像沒有繼續按 好但是這邊我偷偷爆幾隻馬出來 待會我要去偷點經濟之類的 好頭死車這邊再去偷 稍微快等一下兩邊應該就會做一個交 唉唷這個高地有沒有 直接上高地那個傷害減少 頭死車就不會爆了 所以這個平常的單位走位是蠻重要的 唉唷後面 印度斯坦 低調的木槍 從後面想要來個包夾 但這邊已經是被看 印度已經被看到了 法蘭克這邊已經察覺到了 想要來招後面這些 駱駝 喔抓到了一隻 喔兩隻 但是抓到是一隻殘血的 但也沒關係 也是賺 那我目前看過解這種 老頭頭死車長槍兵 最好的解法 是頭死車加上 重裝長槍兵的一個解法 還有奴砲 那基本上馬斯一直都不出 只用長槍兵 然後就硬推反推給對手 就是你BK可以蓋兩個 或是蓋一個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軍銀可以蓋三個 然後在後面一直瘋狂生產長槍兵 攻擊防禦升穩之後 推一波 全部可以拆掉 好 當然伊度斯坦這邊也等住了 一些針鋁來守這個 騎士 但這邊伊度斯坦明顯 兵量 非常不夠喔 然後兵還在亂竄 想要來解這個羅炮 但是沒解掉 但是TC壓力很大 有三台頭死車 這個頭死車能砸掉嗎 不行 往後拉了 哇這頭死車只要被我擺給 掉了嗎 哇 還是換掉了 哇這個 騎士真的很大量 這邊長槍兵直接戳了上來 能不能戳掉一隻羅... 欸唷 戳不到耶 頭死車又砸掉 也很無套啦 哇這邊老頭直接前壓 開始著想 直接要硬上了嗎 用騎士來吸收鐵劍死傷害 長槍兵上前開戳 哇家裡已經整個大失火了 哇 印度斯坦這邊 在家裡壓下了一座城堡 想要防守 但頭死車的數量很多 四台頭死車 3TC的印度斯坦能不能手下這一局呢 雖然村民數比遙遙理先 大約18隻的村民等印度斯坦 有個TC要掉了 修得回來嗎 哇這麼多村民在修裡 這個資源量會耗費得很兇啊 但是他的DK的位置出身點不太好 在這邊要投這個投死車有點困難 所以前面有大量部隊 再來做一個防守 印度斯坦這邊 按下了一級的步兵裝甲 可能是要打一個 一個保兵的一個戰術 後面這邊拉了回去 奴炮瘋狂輸出 也是打到蠻多傷害的 但是奴炮的血 奴炮也是被換掉一台 頭死車砸的奴炮是真的強喔 OK這裡被箭塔射掉了 OK這邊頭死車開砸四台頭死車啊 很硬啊 頭死車要來繼續搞這個TC了 右邊有城堡 我趕快轉移一下這個陣地 OK開始砸 哎呀這個奴炮沒控好 全部被砸光光了 後面路斯坦轉出了 BK 轉跟著BK來防守 沒有就因為剛剛BK被擊掉了 現在沒有BK要趕快補一個 但是法蘭克這邊已經開出了雙TC 3TC 目前要來追一個印度死坦的村民術 但是前線有大量部隊在幫 法蘭克再做一個輸出 哎呦這個印度死坦的古拉姆 出來打架 來收這個頭死車收掉兩台 喔趕快跑 但古拉姆其實是不好打這個 近戰單位的喔 尤其是騎士 因為他是一個跑得很快的一個 哥德爾護衛隊的一個概念 他的防禦還不錯 遠防有 基本就有3人 全部點到之後防禦有7 雖然比哥德爾護衛隊 差了一點點 但其實也沒差多少 但是重點是他可以跑得很快 這邊你想要來包夾嗎 主要是拿來打工兵的一個單位 去拿來打這個 滲頭 長槍兵的一個 選擇 有點意外 好 這邊 這個跑來戳房子 我不知道是想要做什麼 猴子車 至於再丟 看是要把這個銀機給吐出來的概念 還是想要吸引法蘭克 停止對T4攻擊來救 但好像法蘭克並沒有上彈 還是繼續很堅持的 要來拆這個TC 而且還照兩台衝車 這邊想要利爾堡壓這個 TC結果被城堡射掉了幾村 直接被抓包了 右邊直接騎了上去 把這個投石車給打掉之後 就比較好打一點了 既然正面只剩一台投石車在輸 不出 那法蘭克要怎麼繼續 唉唷這個差一點 頭到這個衝車喔 法蘭克似乎有點困難喔 現在兵量有點尷尬 雖然有很大量的護兵 跟騎兵在這裡做防守 但古拉姆一個機動性 相當快是不錯 那也只能靠僧侶在這邊做一個 招翔反制 畢竟騎兵的量不夠多的話 是沒有把全部騎到古拉姆的 古拉姆已經升了二防 但是法蘭克已經升上了帝王時代 而且3TC一隻農村民樹 已經開始追上了村民樹的差距只差8隻了 看這邊戰場還是開在印度斯坦加里 看藝術士團在後面偷偷開TC 應該也是曝光了 喔這裡法蘭克又要壓寶 直接壓一個超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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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拉姆的數量也是蠻多的 開始爆出大量的古拉姆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上到帝王時代 因為按了這麼多的兵的關係 所以現在要打一個正面嗎 那這樣不太好吧 雖然對面是長槍兵 但是贏得高地打滴滴 有點慘喔 高地的騎士打滴滴滴的古拉姆 傷害是很痛的 這邊直接城堡利刃斜 神明趕快進去幫忙射箭 古拉姆抗箭矢的能力還是不錯的 確實也活下蠻多隻 還是沒辦法跟城堡硬卡喔 城堡射下來箭矢一多還是會痛的 這邊再壓一個寶 哇 法蘭克這個 完完全全不想要給印度斯坦任何一點機會喔 雖然這邊開始爆了一點騎士出來 而且重裝騎兵也快要升級好了 三級攻 也要升好了 跑速也在升級 哇 變成重裝了 看這個法蘭克的血量 144滴 跟古拉姆這個 65滴 差距是兩倍的血量 這就是為什麼法蘭克一直都是 大眾喜愛的文明 光是騎兵 就已經 讓很多人喜愛了 這個血量實在是太多了 好 來看一下 唉唷 但是這邊 法蘭克就卻又點了二級步兵裝甲 這個點裝甲 我確定是不要出指腐兵喔 因為通常點裝甲的話 有可能出指腐兵的可能性會高一點 這邊加速一下 這邊起兵動受不了了 要進去看一下裡面到底在搞什麼鬼 喔 移進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哇 裡面填這麼多啊 難怪他能這麼撐這麼久 哇 裡面還有木頭 什麼都有 但是這邊 騎兵的數量很多 這個法蘭克的騎兵的血量 超級多 你看 哇 直接把古拉姆 砍個幾刀就死了喔 哇塞 這個法蘭克的一個騎兵的威力 就是這麼厲害 哇 砍了很多說明 直接 印度斯坦打出了GG 出古拉姆的話 就沒辦法對 對這個重裝騎兵造成大量傷害了 這個算是一個印度斯坦的選擇 一個問題 但沒有辦法 這邊 就算他出了重裝長槍兵的話 正面上 也打不太贏 這個 指腐兵喔 指腐兵打駱駝也是相當強的一個單位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算是一個法蘭克教科書 如果你們在天地上遇到印度斯坦的話 你也可以不用針頭 你就直接跟他打一個長槍兵 加一個寶兵指腐兵 然後等他駱駝真的不想輸了 開始轉攻兵的時候 再轉出騎兵 再跟他對卡 我覺得這個策略對法蘭克玩家來說是相當好的 來看一下數據的統計部分 兩邊的話都死傷滿場這樣的 這邊法蘭克出的是長槍兵 教師不花支援 好 地方塞40分鐘 臭名數 法蘭克已經反超了 好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